萧峰死后 孟姑给虚竹生下两个儿子 一个黑化入魔 一个平步青云 在新修版《以天屠龙记》里 金庸还这样写道 丐帮神功降龙十八掌 在北宋年间本为二十八掌 当时帮助萧峰武功盖世 却因弃丹人身份遭驱除出帮 他去樊就捡 将二十八掌捡了十掌 成为降龙十八掌 由异地灵鹫宫虚竹子代传 由此世代传承 虚竹是一个言而有幸之人 他为了能将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传回丐帮 必然会带着孟姑在灵鹫宫一住 就是数年之久 孟姑之前就曾和虚竹 在西夏国的冰窖里 有了三个晚上的雨水之欢 如今皆为夫妻 二人在灵鹫宫更是如骄四七 形影不离 不出意外 孟姑必能给虚竹诞下子女 然而结合射雕英雄转来看 萧峰的丐帮 段宇的大理断世 都在后世江湖里十分活跃 为何唯独不见灵鹫宫的踪影 答案或许很简单 即灵鹫宫灭亡 而灵鹫宫的灭亡 多半和虚竹的两个儿子有关 原来孟姑上了缥缈封后没多久 就替虚竹诞下一子 虚竹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夜二娘性夜 于是他以夜作为姓氏 给自己的儿子取名 由于虚竹的大儿子自小对见 或感兴趣 虚竹给他取名为夜剑星 夜剑星天赋极高 任何再艰色难懂的武功 都能一学就会 甚至还能举一反三 夜剑星在18岁的那一年突发奇想 他以逍遥派的武功作为根基 竟自创一门能破进天下武学的剑法 只可惜夜剑星逐渐黑化入魔 他变得争强好胜 甚至改名为独孤求败 开启了东游西荡之路 凡是在江湖里稍有名兔的高手 独孤求败都会登门挑战 将他们一一击败 数年下来 独孤求败凭借自创的独孤九建立错群雄 无论是名门正派还是歪魔邪道 都败在了独孤求败的剑下 独孤求败也有了一个极其响亮的名号 剑魔 由于找不到一个像样点的对手 独孤求败顿时觉得人生无趣 他索性归隐山林 与一头颇有灵性的大雕为友 在一山洞的石壁上 刻下了这么一行刺 纵横江湖三十余仔 杀尽仇扣 败尽英雄 天下更无抗手 无可奈何 为隐居身骨 以雕为友 呜呼 生平求一敌手 而不可得 成绩辽难堪也 恐怕连独孤求败自己也没有想到 数百年之后 他留下来的玄铁重剑 被杨过所得 而独孤求败的独孤九剑 也从风轻阳那里传给了灵狐冲 造就了数位当时高手 除了独孤求败 须竹和孟姑 还有一子 此子名字换作叶一堂 叶一堂的悟性很高 须竹传授给他的武功一点就通 可惜的是 叶一堂对江湖的耳鱼我炸 打打杀杀 颇为反感 却向往王宫里的荣华富贵 为了能平顾青云 叶一堂走下飘渺风 前往中土发展 叶一堂担心 自己的姓名暴露了自己的身世 以此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将性改为皇 这个皇象征叶一堂向往的皇室生活 叶一堂还将一堂和二为一 成了一个上 至此 大名鼎鼎的皇长 就这样横空出世 皇长文武双全 很快就成了宋徽宗徽下的一名文官 平日里 替宋徽宗整理道家典籍 由于皇长接触了大量的道家典籍 加之皇长本就从虚竹那里 学了不少逍遥派的武功 一日皇长竟从道家典籍里 雾出了一门神功 皇长自创武学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宋徽宗那里 宋徽宗当即命皇长率兵围剿明教 皇长是一名文官 对打打杀杀极其厌烦 可胜之难为 皇长只能硬着头皮 拧兵出征 皇长仗着武功 杀了明教的几名教众 却中了明教的奸计 一败涂地 寡不敌众的皇长 只能躲到山林之中 他一边恶摘野果 一边自创武学 历经几十年的 偶心力血 皇长最终创出了一部 包罗万象的神功秘籍 九阴真经 只是皇长万万没有想到 他的这一部秘籍 竟惹得后世江湖纷争不止 仇杀不断 甚至到了元朝末年 郭靖打造的以天剑里 仍藏有九阴真经的修炼之法 看到这里 就能解释 灵鹫宫为何会在 射雕时代销声匿迹 原来虚竹的一个儿子 执着天下第一的称号 他最终离开了灵鹫宫 成了一个让群雄坛之色变的剑魔 虚竹的另一个儿子 也无心掌管灵鹫宫 他痴迷功名利禄 最终成了宋徽宗的臣子 于是灵鹫宫教众 为了争夺公主大打出手 多年之后 元气大伤就此一蹶不振 只可惜金庸 在写完《鹿顶记》后宣布封笔 倘若将独孤求败 黄长的故事展开来写 恐怕又是一部 风靡大江南北的武侠剧作了